2月14日上海又有28名新冠肺炎患者治愈出院 截至目前累计治愈出院90例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 新冠肺炎患者痊愈后 血浆对患者或有治疗作用 记者了解到 当天出院的患者中有6名主动表示 愿意捐献血浆帮助更多患者 我报名先了 对 我等两周以后过来捐钱 因为我觉得可以就是更多的重症患者 很幸运我们康复了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康复之后 血清可能对未来的治疗是有一定帮助 所以我们也很愿意捐献我们的血清 可能对危重病人 他的这个治疗有一定帮助 国家卫生健康委专家组成员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党委书记卢洪周表示 用恢复期患者的血浆 来救治重症患者的技术非常成熟 在SARS H7N9 H5N1时 都曾用恢复期患者的血浆来救治过重症患者 血浆的救治已经非常有价值 对于重症患者 尤其是在目前 我们针对新型冠状病毒 还没有明确的特效药的情况下 那么血浆疗法就显得尤为有价值 我想通过我们的临床的经验的积累 针对新型冠状病毒 血浆疗法 我们也会有我们的经验 也会有我们的临床的疗效的证据 那么进一步的总结经验 为今后这些患者的救治 来积累我们的经验 卢洪周透露 上海已经有一例患者正在准备 用恢复期患者的血浆来进行治疗 详细的方案都已制定完毕 我们已经有一例患者 已经我们在准备 在准备用恢复期患者的血浆 因为这个过程并不复杂 我们有合适的患者 有合格的患者的血浆 那我们就可以对患者进行 就是一切方案非常详细的方案 都已经制定好了 卢洪周告诉记者 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在市区门诊 金山本部两地都专门设置了 针对出院患者的门诊随访 诸如血浆的置备等相关检测和操作 均可在随访时进行 我们上海 包括我们已经出院的这些患者 他们的数字也是非常高的 他们也是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 也提出来愿意 把他们血浆献出来 我们在市区门诊 在金山本部两个地方 我们都专门设了出院患者的门诊随访 我们随访的时候 有些检测操作 包括血浆的置备等等 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当然今天因为他们刚刚自愈出院 再过两个礼拜左右的时间 他们身体已经完全康复 到时候我们再请他们到我们医院来 谢谢他们的血浆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我们也先进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